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聊聊我們廣場的直排輪課 那直排輪大致上會分成競速、平花、塑裝和極限這幾個項目 那當然在進入到這些項目之前呢 我們會先進行全面的基本訓練 為了讓家長能夠更輕易的了解小朋友的進度 以及為了更系統化的教學 我們把課程分成了一到五級 接下來我們就對不同等級的課程做一些基本介紹 首先是一級,一級學習的是基本技巧 包含如何站立、如何安全的跌倒 抬腳走路、轉彎 然後有一點點的加速和簡單的煞車 溜直排輪跌倒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如何應對跌倒 那怎麼跌倒才不會受傷是很重要的 除了可以訓練小朋友的反射神經之外 也可以讓小朋友習慣用護具來保護自己 接下來是向前進的部分 那我們會用抬腳走路的方式來訓練小朋友 同時提升他們的大腿肌力之外 還要讓他們習慣抬起膝蓋 而不是兩隻腳都黏在地上 最後就是加速與煞車的能力 只有加速夠快才有可能通過煞動 並且在最後執行簡單的煞車 接下來是二級的部分 二級主要訓練的除了肌力之外 還有重心的轉換 剛學的時候很多小朋友因為都把重心維持在中間 而沒有隨著身體去做轉換 這樣子除了不好看之外速度也沒辦法提升 小朋友在這個階段習慣重心的轉換之後 才會更容易上手之後的進階動作 因此我們需要用踢腳縮腳這個動作 來練習重心轉換 但有的時候小朋友會遇到因為肌力不足 而導致沒辦法平衡重心的問題 所以我們又增添了一些前置的分解動作 像是企鵝推腳和1232 三級是葫蘆的訓練 那這項訓練在直排輪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與所有的項目都相關聯 可以更好的銜接之後的平花、塑裝 以及競速直排輪的動作 例如前交叉和減兵推刃 接下來是四級的部分 四級就代表小朋友已經可以基本掌握直排輪的控制了 所以四級開始的難度會有顯著的增加 那麼這一個等級的動作呢 我們主要是訓練轉彎的技巧 因此都會圍繞在推刃和減兵上面 在這個階段呢 你可以選擇要加入我們的進階班 加強動作細節 或是加入極限班來體驗斜坡的快感 當然你要兩個都加入也沒問題 五級會開始接觸到平花以及塑裝的領域 這個等級呢我們會練習到S型、前後交叉 這些基本的過裝動作 持續練習之後呢 我們也會開始練習一些更高難度的技巧 像是初級套路、中級套路以及單腳塑裝 以上就是我們課程內容的基本介紹 那如果你對課程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歡迎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也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教學影片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